哈嘍 大家好 我是阿嘎 又來玩Protate土土豆兄弟啦 最近有玩友留言跟阿嘎說想看阿嘎當個伐木工啊 那今天就來當個伐木工看看 然後角色方面的用的是這個探險家 然後看他的介紹就是特別適合 簡直就是為伐木而生的 他在地圖上面呢 會有更多的樹木 然後一開始你會有這個伐木工人的襯衫啊 就是所有的樹木你砍一下然後他就砍掉了 然後另外呢就是 地圖呢會特別大 然後敵人呢特別多 然後另外呢就是你 打敵人呢會那個傷害特別低 然後敵人掉的樹才特別少 那就是就是主要就是讓你去主要多跑動跑動 然後 少一點打敵人然後就去到處砍樹吧主要是 但是今天我就看盡量除了砍樹之外盡量多殺點敵人 來多少佔點錢這樣啊 然後武器方面我就選了這一個屠夫刀 因為他他可以用那個 就用的消耗品恢復啊恢復更多的生命值 就減水果可以回更多的血啦 然後正好我砍樹了就大多應該都不是 就掉箱子還是掉水果都可以回血 然後就正好用他可以用來 就就用來回血啊 那我今天就用探險家這個屠夫刀試試看唄 好出發 好了然後一開始果然這個人物啊真的很多樹可以砍啊 那我們到處繞一下優先我們砍樹吧 然後其次才是打怪物 因為好像我們現在打怪物 我感覺好像怪物怎麼那麼多啊 是我攻擊太慢了嗎 那其實我們可以把他秒殺的 好了好像數目沒多少了 呃不合用 先拿點 拿點運氣吧 可以看因為今天我們會拿到很多箱子啊 然後我們盡量那個 那個運氣多加一點 試試看 然後這裡 加傷害百分比 但是我們還是先找找武器吧 哎又有一把 然後第一輪我們就拿著4把屠夫刀了嗎 然後我掐提算了就 如果我們拿著6把 白色的屠夫刀啊都可以 加他個6點 就是我們鹹 我們吃水果可以回 再多6點的血那差不多10點了 好像那那還蠻高效的 那我們那我們今天應該不用加那些什麼 吸血啊回血那些東西了 那我們今天就 啊對了這個這個武器啊他的 那個 就是他的攻擊力 跟他的生命值很大的相關 所以我們今天也多加一下我們的生命值好了 盡量多加高一點 反正感覺這個這個武器打起來還挺還挺猛的 因為全部進戰然後打起來速度還算挺快的 然後加上我們受傷之後吃個水果然後就血就 就回好了應該 效果會蠻好的 那我們今天就那個攻擊速度也加一點 我感覺自己就衝衝進去怪物堆裡面亂卡這樣子 這里先加點收穫結算吧 哎 湊夠6把了 哎還有樹木 然後我們本來就已經可以就更多的樹木 然後我們盡量看到樹木我們馬上再馬 然後看能不能整個版圖 希望後面那個樹木可以多到砍都砍不完 我感覺好像雖然會就是會受傷 但是青怪物還蠻快的嘛 就我們跑著跑著然後又往怪物堆撞一撞這樣子 應該就ok了就就看著我們的血量 就血量血量還可以然後就過去撞一撞這樣子 這裡加點生命值哎又有個 又有個樹木 拿了兩個樹木啦 加點傷害好了哎又有一個樹木 然後回收裝裝置我們也拿一下 因為後面如果拿到的 寶箱比較多的話 應該蠻多不合用的我們可以回收了 以我們現在這些就是我們現在大砍刀的攻擊率 我感覺可以 就是可以往那個 攻擊的方向堆一堆啊就盡量多打一些怪物 雖然他們給我的錢啊是打折的 呵呵 那也可以 也可以多多加一下他的攻擊力吧 那後期我們跑起來就 就沒那麼憋屈了 所以如果 敵人全部都打不死 打起來就會很憋屈 哎有個背包 那加點傷害吧 因為我們一開始那個傷害的百分比減了蠻多的 差不多對半卡 就可惜近戰武器就是要要走走很近才打 才才打得到 所以每一次衝過去打他們的時候我感覺都好像要跟他們拼一下血 所以以血換血 剩一半了好危險啊 那還好我們吃水果回的血挺快的 哎這樣子都死不了哦 後面我覺得可以 可以嘗試一下多多衝一下過去跟那些怪物拼一下 那我們這裡拿近距離傷害還是生命值好了 那我們多拿一下敵人 因為我們好像好像就是他多少怪物我們都打的了 因為我們近距離的武器嘛一砍是砍一個範圍這樣 那我們應該可以多殺幾個 然後多佔一點錢 然後這一關就開始出現那個蘑菇怪了 我們應該是砍不死他的了 那我們就 就到處跑咧 就讓他堆 好像破一個火車然後然後再往回 往回一個回馬槍殺一大堆的怪物好像還還蠻好的 那我們主要優先還是要去砍速啊 哎有個 跑的越快傷害就越高的那我們後面可以多加一下我們的速度 因為這角色地圖地圖那麼大本來就該多跑跑 又一棵樹 不錯嘛我們現在拿了4棵樹了 然後這個勳章也 拿了吧 我就不選那麼多了 哎有個加速度的 然後還有這個傷害也鎖起來 我們繼續跑步去了 我還想說砍一下那邊那兩個怪物沒想到他們躲 躲我就不追了 看如果我們後面那個跑步速度提升高一點的時候我們再再去追那些怪物來打吧 如果可以的話哈哈 那我覺得我現在這這兩個武就是這這對武器的那個潛力應該可以 他一砍砍一堆我可能後期再加一點點那個吸血的部分應該也也蠻 就砍的同時也回血了就是我我衝過去敵人堆之中會扣血 然後也同時砍一砍然後回去有點危險 小心小心 就是被扣血同時然後砍他們幾刀然後我這血量就回了 我覺得可以試一試 因為我感覺好像這角色怎麼一直都死不了 又一個數目 然後運氣運氣盡量多加一點 跑步速度 然後傷害百分比 然後我們本來的傷害百分比是複數的然後現在已經 到正數了 其實我們現在打那些小怪物不慢 還挺快的一殺就殺一堆 就直接衝進去他的怪物堆裡面就ok了好像 自信一點哈哈哈 好現在是第九波我們的小怪物特別多 然後賺到錢應該也會比較多一點這一關 加上我前面好像加了蠻多敵人的 就那個異形啊還有老鼠啊我都拿了 看除了就盡量除了砍樹之外就看到有敵人我們也順便打一打 這樣好像有種有種死不了的感覺啊 就直接往前衝就好了 應該就除了那些大隻的怪物之外其他的其他小怪物都還好 水果回血太厲害了 然後這一關 也佔了400多塊 還不錯嘛 就勉強 勉強接近我的目標 然後這有個靠暴擊戰前呢我就算了 那我們多加一下那個 生命值好了 然後也加一下運氣 然後這有個吸血的我們吸血 也疊疊加一點啊 那有個暴擊機率我們就先不鎖了 前面也沒拿那個靠暴擊戰前呢 我們今天暴擊機率隨緣吧 就 不衝那麼高了 好像我衝進那些小怪堆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是不是我的 吸血我前面看了 接近接近20%的吸血機率 應該就是同時 受傷的同時然後砍他們 只要砍的夠快 然後只要回血回的快 我就不用擔心會死了 我感覺自己好像可以 已經可以往怪物都一之中衝過去了 我好多數我這裡 好像都不適合我用 都是沒用的東西 吸血先不拿了好像蠻多的 然後我加一下 要不加一下範圍 因為我的近戰武器加一下範圍打起來會舒服一點 加點傷害 然後這個三角之力我就這裡我就不拿了 因為三角之力他受傷的時候會扣血 然後我感覺會挺虧的 因為我一直衝到敵人堆之中 然後就 哎來了一個狂怒 這狂怒我特別喜歡的一個 一個 就打近戰的時候會拿的一個道具 然後後面所有的敵人死亡的時候就有機率會爆炸 然後我現在加了一個線斜 然後 每一秒好像都會扣我一滴血 要小心一點 就小心一點不要 就是 不要一個不小心陷了太多的血之塔 那我們 那我們這一波還是打的小心一點吧 好多棵樹 但是我們的運氣不算很高 如果運氣高一點應該那個寶箱就會多一點 哎寶箱怪 哇好像有點危險危險 小心小心 沒事撐得住 哎又有又有一個拖拉機啊 加收貨加收貨的 那我們加一下跑步速度好了 跑步速度同時也加我們的傷害嘛 哎 哎加點生命值 然後暴擊機率啊 好像也可以加一點點 哎有那個小boss啊 那個生蛋的小boss 我們看能不能打得到 能不能扣他血啊 因為打的動我們就打打不動就算了 我感覺好像打不太動 好像打不太動 那我們就算了 我們就讓外面到處跑吧 我們還是主要專心 繼續專心去砍樹吧 畢竟我們這個人物本來從一開始就 沒有想說往這 就是秒boss那種那種方向去的嘛 畢竟我們本來攻擊力也不高 那我們就專心去砍樹好了 好像專心砍樹也不錯嘛 我們拿了四個寶箱 然後這裡有加盔甲的好像也可以 加精烈 然後加點跑步速度 但我的那個吸血的量就 減了上來了 可能後面看要不要再 多加一點點上去吧 看緣分 然後我現在大大多的砍刀都是紫色的啦 看後面有沒有 有沒有機會拿到一些紅色的砍刀啊 砍刀好像到紅色之後那個 腿血的量可以再再往上加一點點 哦有點危險有點危險 要小心一點啦 希望不要死 我們主要趕快去多砍 砍點樹然後趕快喝一點血吧 好像太危險 還是不能太拚要小心一點 哎好像環環過來了 環過來我們就去砍他們了哈哈 這都是拚一波然後就就逃 然後看血量不夠的話 我們就趕快去回一下 因為到處都是那些樹啊水果啊 回血應該不是問題 好哎終於加點生命值 然後這個我們的工程好像也 也可以 那我們就 要不拿下吧 哎趕快加點生命值 因為阿嘎前面覺得自己的生命值好像不太夠 我們主要今天靠那個生命值來 就是 造成更多的傷害嘛 那我們趕快多加一點 哎然後有這個猴子 我特別喜歡猴子這個道具 然後我們後面撿 撿素材就可以回血了 好了差不多 就那個砲塔幫我們在那邊順便稍微打一打怪 減輕我們一點點的壓力 其實不拿也行 我們主要也不靠那些砲塔 呵呵 就反正衝的就不拿白不拿嘛 哇 敵人好多 就那個遠攻怪特別多我感覺好危險 但我們這一個角色現在那個回血能力特別強 哇直接衝過去 砍啊砍的 砍啊砍的 手拿六把西瓜刀 從南天門一直砍到蓬萊動路 來回砍呢 三天三夜血流程 眼睛都沒炸過 再加點生命值 加點收貨嗎 先不加了 還15波了就算 哎有加運氣了 現在加運氣也不晚吧 希望不晚吧 希望他後面能夠再給我一點好東西 就你 就是後 還沒到最後一一波 都希望他能給我一些好東西 因為我本來打算就是早期就趕快把他的那個 運氣加上去了但是沒想到 他自己的運氣不行 到現在才才 還還開始高一點點 稍微接近一下我的目標 100運氣 因為主要我們點箱子嘛 如果如果 如果條件許可就是運氣 比較剛好一點點的網友 我建議啊我建議早期就把那個 運氣最高 那我相信你們可以點到更多的好東西的 那我相信你們可以點到更多的好東西的 呃 15波也拿一下吧 不拿白不拿 哎來了一個加很多生命值的薑魚 加傷害值 哎加點攻擊速度 攻擊速度越快 然後我們打起來應該就會越順了 然後阿嘎就可以衝的更勇了 哎有這個 只要敵人越多 然後我的攻擊速度就越快的一個道具 阿嘎特別喜歡這個 哎又加一個 敵人現在超級多了應該 那我加點靠運氣來 就是靠我們的運氣那個數值來 殺傷敵人的一個吧 就多少有點幫助 希望可以殺的快一點 好像這一波 這一波敵人也挺多的嘛 那我們繼續往敵人衝過去 手起倒落手起倒落 就是 連流頭怪我們都很快就可以把他秒殺了 所以不用擔心 必須手起刀落手起刀落 就是就算我們的生命值變低了一點 然後只要吃到水果就馬上就ok了 哎又一棵樹 今天也拿太多了吧 那我再加傷害好了 哎又有這個滑鼠 滑鼠我們留著留著一會回來買 然後敵人又變更多了 他感覺自己打這個拔木弓啊 這個拔木弓打得好像好像那個大賞門一樣 就有一個人物好像好像有不同翻譯的 有叫大賞門有叫大聲這樣子 然後敵人特別多 然後他的攻擊力也特別多 然後一大堆敵人 你追著敵人來打特別爽 然後現在今天沒想到打這個人物打出來那種 那種感覺 就敵人一大堆 就敵人一大堆 然後衝進去敵人堆之中 那個頭起倒落的感覺特別爽 就是砍刀之前之前都很少會用到 就是以為他不怎麼強 因為看他的攻擊力沒有很高嗎 剛開始之後 然後沒想到打起來還還蠻厲害 完全不用加那個 就是就是完全不用擔心到回血的問題 又一個回吸血的了 有三把紅色的刀了 然後爆擊機率我覺得好像可以放棄了吧 前面還浪費了一點點錢 好像買了一兩個跟爆擊機率相關的道具 然後現在沒想到他已經變複數了 我就直接放棄吧 哎 又來一個小boss 好像看看能不能打得過打不打得動啊 好像勉強能打得動哦 拿到我試試看 躺一躺啊 看能不能把他打死 好像可以嘗試一下 因為我在敵人堆之中也死不了 就不要不要太囂張應該不會死 就不要直直直的撞在他們的 大 直直的撞在boss身上應該就不會死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還有十幾秒 看能不能拿到紅色道具了 哎 來 好啦搞定 哈哈 沒想到攻擊力還蠻高的 哎 又一個狂怒哦 然後他們一會就可以爆炸爆的更爽了 哎 然後來了一個不用減素材的一個 然後手銬要不要直接拿了上面 就先回收吧 還有點機會 我們可以再加一下那個生命值 哎 有個眼球 那已經第十九波了 不知道還有沒有眼球 眼球只有一個的話有點太少 哎又有一個 不錯哦 好啦錢花光了 一十九波 最後一波可以賺錢的機會了 我說起來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後面還有沒有機會多拿一下眼球 應該不會有那麼好的運氣吧 眼球也是靠這個生命值來造成傷害了 然後如果 如果只有一個的話 然後每一發三秒才 攻擊六顆眼球的也太少 那如果多拿幾個 效果就會 好一點 哈哈 好我們也是 莫莫忘初衷 不要還是要砍術 然後其實殺敵人 我也我也只是順便而已 哈哈 手起倒落手起倒落 哇佔了九百多了 真的砍了蠻多了 第十九波應該 可以直接拿了吧 這手銬 所以多加一下那個近距離傷害 然後現在我們加不了生命值了 這個就算 加經驗值也不要了 換點錢還比較好 然後我們繼續 就不 不要放棄 那個運氣 我們說不定還可以拿到更多的好東西的 哦居然現在還來一個白的屠夫刀 哎又有一個紫色的哦 那我們直接賣了這個白的吧 哎有個加近距離的不要浪費 爆擊率 我什麼時候加之下 就又上來了 就算了 不要加了 哎 沒想到 最後還是要買了一個這個爆擊率的東西 還想說直接放棄了 然後我們來試試看哈 看能不能把這個boss殺掉 然後我們打起來可以 可以 放可以打的放重一點 因為我們現在跑的又快 然後回血又快 應該可能大概 補不掉了吧 哎還是會危險的 小心一點 我們先去回血 呵呵 撐住撐住撐住 打得動的 其中一個已經被我打的殘血了 然後 他的生命值已經不高了 所以他很不開心的到處跑來跑去了 他生氣了 那我們也有點危險 不要跑啊 他剛剛都已經跑到沒氣了 要不我們先砍他吧 就他好像不會跑來跑 然後我們就站在他旁邊 小心一點 那個生命值省著花的話 應該 可以先把他打掉 哎 好了搞定一隻 然後我們就追著這一隻 就是剩下這一隻來打吧 嘿好了搞定 果然 就是只要 只要死不掉 然後boss就不夠你打了 然後我們看到我們這一次好像 反而我們主要加的應該是生命值吧 然後那個傷害百分比 加了也挺高的 然後還有就是 一直想要加都加不上去的運氣和那個收穫結算 應該主要就是加這些了 然後其實他剛剛加了加的蠻隨緣的 我自己覺得啊 是因為這個武器 太強了 所以才打得那麼順 那今天先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的朋友啊 記得點讚留言啊 告訴一下 想看看他怎麼打 那今天先到這裡啦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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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